内玛尔的球感有多强 除了能画石颠球 还能颠橘子和球袜 最后一个太拟天了 说到内玛尔的球感 无疑是历史级的 在赛天热身中 内玛尔就经常利用画石颠球 来强化自己对球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 在赛场上 内玛尔总能稳稳的停球 和运球的原因 而之前 内玛尔就向球迷们展示了 自己恐怖的球感 不仅能够颠球 甚至生活中常见的小物件 也能够轻松颠起来 只见主持人在一个口袋里 放了一些物品 内玛尔抽到什么 就要颠什么 内玛尔第一个拿出来的是一个橘子 只见它轻松松的 就可以颠起来它 丝毫不费什么力气 甚至足足颠了39下 下一个 内玛尔抽到的是一双球袜 相比于圆润的橘子 球袜更加凹凸不平 每次弹起来的角度 也不尽相同 那么内玛尔能够挑战成功吗 只见玛尔还是轻松的将它颠了起来 这次它足足颠了25下 挑战成功 随后内玛尔迎来了巨大挑战 只见它从里面抽到一卷卫生纸 相比于前两个 卫生纸甚至连圆形都算不上 那么它能够挑战成功吗 我们可以发现 即便是颠卫生纸 内玛尔是轻松的颠了起来 这次甚至足足颠了38次 这就是内玛尔恐怖的球感 即便是什么东西 它能给你颠的有模有样 这就是内玛尔是轻松的颠的 这就是内玛尔是轻松的颠的 这就是内玛尔是轻松的颠的